社区活力尽在北建 杨烈即将在18号于艺文展演中心举办第11场全台巡回演唱会 现场还高唱代表作《如果能够》以及《英文老歌》 而这次的演唱会杨烈也将用音乐来说故事 陆珠香亲子绘画比赛参赛剑数超过9000件 评选过程相对激烈 张张用色大胆无限创意的画作让评选老师伤透脑筋 经过一整晚的评选总共挑选出480件优秀作品 卖场5月以家庭必备厨具作为抢挡促销 还请来模特儿来场播剧走秀 吸引许多家庭主妇席家带券前来 而为了要掳获家庭主妇的心 业者已半价促销 期望在5月档期冲高业绩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4号北剑桃园新闻 杨烈即将在18号于艺文展演中心 举办第11场的全台巡回演唱会 现场还高唱了代表作《如果能够》 以及《英文老歌》 让现场民众听得是如痴如醉 而这次的演唱会 杨烈也带给终身代民众美好的回忆 熟悉的歌声杨烈高唱代表作《如果能够》 让现场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即将在18号于艺文展演中心 举办的巡回演唱会 杨烈亲自前来拉高人气 因为这次的演唱会 将带给终身代美好的回忆 这些歌曲大概都会有一些代表性 因为每一首歌都有它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背景 这些歌都是特选 而且整场大概会有一个故事的流程 我想每一首歌都代表在 不同的时代里面 它就是我们的人生最宝贵的一些经验 那你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有会心的一笑 总共要带来50多首的歌曲 从国台 音日还有组曲 杨烈要用音乐与歌声带领听众回忆当年勇 而智力投身公益的他 也用巡回演唱会的方式来感谢支持他的歌迷 甚至也招待弱势团体来听他的演唱会 不只是在城市 杨烈还希望在江村或是高山举办演唱会来回馈偏向歌迷 这种巡回的演唱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 因为希望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走到 乡下也好 山上也好 就是我们的都市也好 都走到的话跟大家在一起 我想用这些歌声来透露我的心声 希望说一直鼓励这些 比如说歌手能够到我们桃园来办演唱会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有机会 也能够享受到比如说在台北办演唱会这样子 我们也不用跑到台北去 那我们就可以就近来 来欣赏很多歌星的演唱会 那这个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 不同的管道来邀请到一些 明星或歌星来这边办演唱会 光是五月艺文展演中心就有多场的演唱会 艺舍中心鼓励国内歌手多到桃园办演唱会 也期望藉由举办多场的演唱会 让桃园乡亲可以感受有如身在台北一样 可以欣赏多样的艺文表演 记者吴金彦 桃园报道 如如将亲子绘画比赛 参赛键数是超过了9300多件 评选过程相对是激烈的 张张用色大胆 创意无限的画作 让评选老师们是伤透脑筋 见过一整晚的评选 总共是挑选出了480件的优秀作品 迈入第四年的卢主绘画比赛 今年以公园为主题 张张用色大胆 无限创意的画作 让评选老师们伤透脑筋 且今年参赛人数相当踊跃 收建作品超过9000件 评审老师提到参赛秘诀 少数使用色铅笔来作画的同学 色彩饱和度较不明显 如果加上蜡笔 水彩等素材 则作品的诚实感都会增加 而要表现出公园的主题 人的健康 活力的表现都很重要 例如骑甲踏车 运动 遛狗 都可以让公园的主题更加凸显 色铅笔本身它的色彩幅度会比较低一点 如果是在部分可以增加其他的材质 在作品中的话 在作品的层次上效果会更好 要表现它的健康和活力的话 其实人的加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人在这个公园里面的活动 比如说像骑脚踏车 比如说遛狗 做运动 这些都能够表现健康活力的一些感觉 经过一整晚的评选 评选老师们用最客观 最专业的精神 完成评选作业 总共挑出480件优秀的作品 5月25将在南韩国宵礼堂举行颁奖典礼 届时欢迎民众一同前往参加 欣赏小朋友精彩的花桌 记者张奥甫 陶瓶报道 再看到卖场 以5月以家庭必备的厨具 作为强档的促销 还请到帅气的厨师模特来场 过去的走秀 吸引了许多家庭主妇席家带卷前来 而为了要掳获家庭主妇们的心 业者也以半价促销 期望在5月档期冲高业绩 帅气的厨师model 手拿高级厨具走秀 卖场5月以家庭必备厨具 作为强档促销 果真吸引许多家庭主妇 吸加带卷前来 每个妈妈奋力举手 为的就是要拿走 主持人手中的高级赠品 而要能成功掳获家庭主妇的心 业者以半价促销 期望在5月档期冲高业绩 原价大概要1200左右 出价只要一半的价格 大概599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那像这个呢特别还是陶石 在上面做一些涂层的部分 那对于这个锅子的使用 跟它的这个耐热的部分 它会比一般的锅子来更好 那事实上像这样的锅子在卖场呢 大概都在1000多块的价格带 是卖得最好的 那我们这一个档期 大概有300多款的促销 也希望可以提供给很多的民众 送给妈妈一个更好的工具 此外活动现场也送出感恩妈妈的康乃馨 且每一朵上头也都有锅具百元折价券 且特价品还能够再折底 业者表示锅子是家庭里重要的工具 因目前锅子的销售量已有25%的成长 估计今年锅子销售量可以成长三成 我们不只是推出更多的促销品上 我让更多好的锅子让妈妈可以拿得到 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卖场上促销很重要的诱因 那今年呢我们也预估可以成长超过三成以上 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业绩已经成长超过两成或以上 就是要拼出好成绩 业者也邀请表演团体现场来个厨具乱打秀 幸人潮之余也为卖场冲高销售业绩 记者有经验桃园报道 罗浮双桥是罗浮桥和复兴桥的统称 双桥在青山绿水间极为醒目 成为吸引游客驻足的景点 也成为复兴乡观光地标之一 今天走读历史单元将带您来欣赏罗浮双桥之美 复兴桥为北横三纳明桥的第一座 总长152公尺 这座大铁锁吊桥前身为拉号吊桥 原本仅能让人徒步通行 造成当地居民生活不变 因此民国54年政府开始改建桥梁 并在55年拓宽完成并更名为复兴桥 民国83年时 为疏解复兴桥拥塞的交通流量 政府在复兴桥东南上方另建新桥 罗浮桥 罗浮桥总藏230公尺 为半圆撞拱桥 和复兴桥相互挥映 并称罗浮双桥 双桥横跨大汉溪 在青山绿水间极为醒目 成为吸引游客驻足的景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回来 带您来看看桃园的故事 冒喜啊冒喜啊 不是冒喜啦 是双逼冒喜 喜上美梢 价格最优惠 西出望外 家里变成电影院 先装BB宽屏 送高画质HBO电影组 再送1200元VOD 嘴旋影片 任你看 快扣北剑 3577123 降价就是要有感 BB宽屏不怕你比价 给你最平民的标网价 装安价每天就要17元起 再拿万元毫礼哦 北剑3577123 关闭无线电视类比讯号 迎接社会电视新时代 请恰北剑3577123 Lunca 存力的成事 存力的成事 啊什么事情 啊什么事情 啊什么さい 啊什么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的航空城终于启动了 这代表着航空城并不是口号 而是我们大家可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航空城不只是桃园的航空城 更是台湾的航空城 桃园航空城的成功发展 将带众台湾整体经济向上提升 桃园先议会则无旁贷 将全力协助桃园先政府来推动航空城 开启动 我好看吧 我好看吧 10 second 10 second 10 second Ready Go 10 second Client Clamp Go back Killostar 10 second 20 20 Ib2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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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E3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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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跟我们关心在地新闻 县府民政局为了响应 殡障政策的新理念 从民国97年就开始与台北市 新北市一起举办北北桃联合海藏活动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多元的环保藏法 且推广海藏已有6年的时间 推广成效从97年参与数为30多 到今年已扩增到近百位 显示海藏已经逐渐受到 现代人的重视环保的需求 县府民政局期望 可以从每年北北桃的联合海藏开始 逐渐向外推广 让全国都能够加入环保海藏的行列 一面是每年在新北市巴黎左岸 举办的北北桃联合海藏活动 县府民政局为了响应殡葬政策的新理念 从民国97年就开始与台北市 新北市一起举办北北桃联合海藏活动 透过这样的方式推广多元的环保藏法 响应这个所谓兵权的政策核心一个理念 也就是所谓我们的减账跟结账 尤其我们是在从97年就跟我们台北市 新北市共同举办的北北桃联合海藏 到今年我们已经总共服务了 这个399位的往生者 自97年到目前为止 北北桃联合海藏已累计服务了 40002位往生者 而以往都在新北市巴黎左岸 举办的北北桃联合海藏活动 今年首度遗失桃源 且特别选定主委渔港的娱乐码头举办 县府民政局期望用最自然的方式 送往生者回归快乐天堂 特别提供我们所有的往生者的家属 我们除了在现场除了有所谓的追思抢之外 最重要我们也有两场的一个音乐会 能够抚平我们所谓这个 这个商家的一个心灵 所以说我们希望透过 这个整个大自然的一个脏法 让我们往生者能够回归到 另外一个世界去 其实县府民政局推广海藏已有六年的时间 推广成效数字会说话 从97年参与的五位 逐年增加到最高33位 到今年已累计到了103位 显示海藏已逐渐受到 现代人重视环保的需求 县府民政局期望 可以从每年北北桃的联合海藏开始 逐渐向外推广 让全国都能加入环保海藏的行列 我们从97年参与的三十几位 到今年已经扩正到将近100位 所以说逐年的一个成长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所谓的环保账法 能够将我们所有参与 我们的所谓海藏的一些家属 能够让他们体认到说 对于账法的多元账法之外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整个海藏的这个地方 能够获到回响 然后将我们这个北北桃的联合海藏 这个推到我们所谓的全国 我们各个县市去 让大家能够共同来详应一个 回归大自然一个联合海藏的一个多元账法 县府民政局表示 北北桃联合海藏4月30号截止报名 凡涉及桃园县的县名一律免费 然而今年名额有限 每个县市只分配到30个名额 但也不限是要在今年4到5月的往生者 只要是有意愿响应环保藏的家属 民政局都很乐意协助 而相关报名讯息 可嫁县府民政局李一科 或上县府民政局网站线上报名 G9无经验综合报道 夏业美化已成为趋势 桃园市文山国小于民国98年的今天 就将校园外的路桥延伸进入校园 并且把高墙来拆除 让校园与社区达到共用的艺术空间 请看立上桃园 桃园市文山国小通学绿桥 继校园外部环境示范改造工程剪彩 让校园与社区少了围墙的组绝 多了空间的美化 校园绿美化已是目前趋势 而让空间呈现艺术感 就有赖于师生兼共同激荡出来的创意巧思 看看校园环境 公共座椅 公车后车亭与土地的植栽 让环境多了透明的清晰 少了幽暗的角落 未来桃园县政府还会补出 六所国中小学进行校园美化 期盼校内所有国中小学 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 以上就今天的北剑桃园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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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